走 爸 还爸什么爸 以后叫李叔叔 震雷 我就知道你成天没事 在我们家楼底下瞎溜达 你说你溜达来溜达去 你能溜达出个什么 爸 我就是想看看贝贝 李叔叔 贝贝那个脾气 你不是不知道 他是不可能 让你看见他的 听叔叔一句话 早点回去吧 多好的姑娘啊 对啊 多好一女孩啊 就这种 进口的圆瓶葡萄酒 我在你大姑姑那儿 喝过一回 觉得好喝 就我跟他念叨过一次 又一回 穿着地步 记性好得很 我上高中那边 我穿 几号球衣打球 我到 到现在他都记着 这回五十台回来 我都给我买两盆回来 省吃俭剪用那些钱 全花我身上了 我闺女不离我喽 我闺女不离我喽 我媳妇不要我了 哥 今天我得多喝点啊 干 离醉放秀 干啥 好兄弟 王主任 我现在来我儿子这儿了 她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得帮着她说说说 屋子什么的呀 那秀兰姐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我现在过不来 以前我照顾一个 现在我需要照顾两个 等我忙完了我就过去啊 这打掉吧 刚消停几天 又打鸡血了这是 谁算了 筛呀 疤 我得帮你 一起去 太保业了 我在吃飞了 妈 您这是 我儿子要结婚了 里里外外多少事啊 我过来给我儿子张罗张罗 那个 前一段时间啊 妈妈是有点消沉啊 但是为了我儿子 妈妈可以真走 妈 您这样我就放心了 是啊 我儿子要结婚了 我怎么也得打起精神来 张罗我儿子的婚事 看 你看这家 我这才几天没来啊 你看看 这 你看看这冰箍冷灶的 这哪像过日子的样啊 我的天哪 这冰箱里除了奔点水 什么都没有 你真是的 你们俩呀 当然你们俩都是事业型的 我原来想你们结婚了 我 我就自己搬出去 想想庆福了 但是现在我这一看 我还得搬回来住 那个主要是我想 一块照顾照顾你们俩 来 雨晴 喝汤 你别管儿子 你不能管 来来来 谢谢妈 喝汤 喝汤 好 快点吃啊 那个 雨晴啊 我今天啊 就炖着鱼特别肉味 关键是我炸的时候 我把那个刺都炸酥了 来来来 你尝尝 我自己来就行 这 这儿的鱼是最好的啊 来来来 真像的儿媳妇 对 更快 更少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你来一点 来 好吗 好吃啊 阿姨 是不是 这个刺真的是软的 谢谢妈 你也吃啊 我吃 我吃 你不管我 我自己来 你们俩吃 好 雨晴啊 我搬回来住的事 清风跟你说了吧 跟我说过了 刚好这段时间 我们筹备婚礼特别忙 好多事 我们俩也拿不定主意 您来了呀 就是我们的主心股 我们特别高兴 真的 当然那些 我 我只是说 这是建议圈 你们不要听我的 大主意还得是你们拿 对了 邀请的宾客名单 你好了吗 你好了 我这两天再检查一下 就可以发那个请讲 别听我的 听你们的 听你们的 我有个建议啊 当然 只是建议 大主意还得是你们拿 阿姨 您说 我 邀请公司的同事 无可厚非 但是我觉得孙小白 就不要请了 为什么呀 孙小白追过你呀 你想想 你们好心好意 把他请过来了 是吧 万一他心里要介意呢 他心里要脆弱呢 喝多了酒 胡说八道的 多尴尬呀 所以我觉得孙小白 就不要请 妈不是跟您说过吗 他们只是同事关系 那是他徒弟 当然我 我我只是个建议啊 大主意 你们拿 你们拿 他不会的 对了 清风 还有就是你那个同学 丁志波 我绝对不要邀请他了 怎么了 您不是挺喜欢他的吗 是 是 是 小波还是个好孩子 我挺喜欢他的 但是他那媳妇我不喜欢 怎么了 他那个媳妇啊 老是对丈夫管头管脚的 而且老在背后说 他婆婆坏话 我怕把语情给干怪了 妈 我怎么记得 是丁志波他妈 对他管头管脚的 总在背后说 他儿媳妇坏话呀 我对 我只是个建议 听了听在你们啊 阿姨您的建议 我们会考虑的 放心吧 两个重点 孙小白 小波就不要请了 还有 请的宾客名单 我要过审一下 我那把这事也忘了 我这 对对对 妈 已经吃东西了 这是一所特别好的 老年大学的招程简章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 感兴趣的专业 老年大学我就不用了 我 我没有 主持人 我白天上班了 您没事干啊 老年大学 我哪儿有时间去上啊 以前我照顾你一个人 我精力都不够 现在我要照顾你们两个人 我要拿出我所有的精力 阿姨辛苦了 快吃菜 来来来 快点 你清啊 我给你加点肉 好了 好 辛苦阿姨了 老关 咱们老哥俩好久不见了 你身体怎么样 心脏还难受吗 好好知道 清风亲自做的手术 差得了吗 不过咱们为了子女 一定 一定要保重身体 对对对 你说这个时间一转眼 清风和我们家雨晴 说话就结婚了 你说咱们两家就要当庆舰了 我这心里真高兴啊 我也特别高兴啊 是吧 来来来 高院长 今天我约您出来 就是想跟您说 以后我们家雨晴 就拜托您多多照顾了 见外了 见外了 雨晴这个孩子 我从第一次见他 我就非常喜欢他 是吧 老公 您不知道吧 清风跟雨晴能在一起 那还是我签的线 我做的没 是吧 是啊 你看我这一点都不知道 是可惜啊 我这个情况你也了解 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很难融进 清风的生活呀 不过您放心啊 我一定尽全力支持这小两口 好好好 不是 那大碉堡 大 谁啊 那就是清风的妈妈 您起的 别别见过呀 不是 到现在还不待您 前两天啊 我就让清风啊 给他妈妈报一个老年大学 现在老年之间特别流行的 重返校园 去培养一下他们年轻的时候 想学却没有机会学的 兴趣和爱好 我就想着等我退休以后 我也去报个名 这样我就可以在校园里面 重逢我们家秀兰了 您这可真够浪漫的 浪漫什么呀 人家秀兰一口就回绝了 秀兰这个心思啊 还在孩子身上不敢放手啊 你看 要不怎么管他叫大碉堡呢 对吧 顽固分子啊 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家秀兰 你想想 他这一辈子都在照顾清风 是 惯性思维 你让他改 他一下很难改变的 慢慢来吧 对对对 好 但是 一会又要